小陈买了两只母猫和一只公猫,价格一万块钱。 他说,当时先交了五千块钱定金,把猫放在店里让店家配种。 二月份的时候,自己问了店家。 然后店家就是跟我说,说不确定,就是肚子不明显。 然后他就跟我说,这个猫就是,不是百分百能怀上。 但是他当时在店里就是跟我说,说给我配上。 这个能不能配上对你重要吗? 这个对我来说其实还是挺重要的。 然后当时,因为我是想就是做这个行业,然后想通过这个去赚一点钱。 小陈觉得公猫可能有问题,提出让店家换一只。 他说,后来店家表示,让他把三只猫都退掉,不过要交这段时间的寄养费。 他说扣除两千块钱,只给我三千块钱。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,因为他当时跟我说是不用收寄养费的。 我就跟他说,那我去把猫接走好了。 然后他老婆那边又是拒绝让我接猫的。 他老婆提出了要我补齐尾款,并且交寄养费,以市场价一只一天一百块,收取六十天,总共一万八,还要加上尾款。 小陈带记者找到这家阿里喵喵布偶生活馆,里面已经空了。 电话联系上一位刘经理,他说门店换了位置。 小陈这次买了三只猫,说年前不方便养,想放在店里养两个月,自己同意了,表示不用收费。 他是打的什么计划,你知道吧,他是因为第一次在我们这里买了一只母猫,是怀孕,已经快生了,相当于说他拿过去,他就直接可以,就是小猫就出生就可以卖小猫了嘛,就直接挣钱了嘛,你知道吧。 所以他藏过一次的这样的钱头,他就想来第二次,意思就是他计算好,在我们这边,他就问我们说,买了猫能不能让我们帮他配。 那我们想到我们这里总公总母都有,那就帮他配一下好了,结果他如意上台打得很精的,他想到说这个猫嘛,马上宏宽买的那天开始算起,他预计了两三天,一周就能配上,猫一百四十二到六十四天出生嘛,小猫。 当然也说他拿走的时候呢,母猫就已经就是说,可以生了。 刘经理说,这笔交易是丈夫瞿先生跟小陈对接的,配种这件事情,店里只是义务帮忙。 刘经理表示,他们跟小陈解释了配不上的原因,小陈没有接受,说想退款,这已经违约了。 如果按照我个人角度的话,定金我是一毛不退的,但是徐先生比较好说话,你知道吧,徐先生说那这样行,你不要猫,那我退全给你,怎么退? 我们就在怎么退这个事情上面取了纠纷。他要求五千块钱全退,可能吗? 这两个月时间,是有很多人来看上我们这个猫的,我们都没卖。 然后又注册了很多小号,然后去污蔑我们的店铺,然后害得我们店铺的流量大减。 小陈表示,退款是店家先提出的,并不是自己违约,寄养费他不会出。 目前把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。 有保黄剑记者报道。